欢迎走进的游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插画师王子若 欢迎子若 谢谢 子若现在是罗德岛设计学院插画专业大四的学生 虽然还在学校 但是在插画领域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现在的一个生活学习还有工作的一个状态 我现在其实完全就是半工半读 然后我会接很多国内出版社的活 他们都是在网络各种渠道找到我的 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我就会去做这些尝试 然后我的学习上我也是全力以赴 所以就完全是平分的状态 然后其实说实话就挺难的 然后我们学校有很多教授 他们不太鼓励这样的行为 因为他们就会担心说 作为学生你会不会在社会上被人欺负 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首先我有一个经纪人 在这个上面他很大程度的保护了我 我的工作上的所有合同都是我的经纪人 就是他先读过 然后我们再签的 那么我签这个经纪人也是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 然后就是 这个经纪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 这个经纪人是美国的一家出版社介绍给我的 我这个经纪人他本来是在中国接力出版社 就是对外版权 就是购买这方面的那种就是领导 然后后来他自己就是决定自己单干 然后他就干了经纪人 对然后他在 所以他对两边的情况都非常了解 对他对海内外欧洲啊什么的都非常了解 对那你也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去年2003年哈 半年的一个作品是吧 对都是儿童读物 但是你看你画了这么多插画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本呢是和明天出版社合作的一个叫梨花里的书 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些跨页的插画 这样子 对但是他其实主要都是以文字为主 然后配一些插图 这些插图都是你画的 对里面的 这本书大概有多少张插画 这本书 算过吗 有十几张 十几张 对不算特别多 这个里面就有几百张 就多了 这也是去年的作品 嗯对 然后插画多的这种是属于就是面向比较低龄的儿童 这是一个系列的 对 对是的 对 然后插画少的就是年龄比较大的小孩 以文字为主 这个就是以图画为主 嗯对 那像你比如说哈你看你要上学 然后呢你还有这样的工作压力 我不知道就是你作为你来说因为一般的学生来说他可能好像来到国外哈他可能还需要一点点社交生活呀或者是说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啊有一些娱乐活动啊那我觉得你基本上应该是没有时间做这些吧 我其实也有时间做这些看来你是时间管理的高手对主要是睡的少但是这个就是你睡几个小时啊我昨天睡了两个小时有点太少我昨天好像没睡但是你今天依然神采奕奕 哈哈哈对抢个行就是不行也得行因为那些合同什么都签了你不能说跟甲方说臣妾做不到就是不不可以的不然你就永远失去那个甲方了嗯对所以你是把自己的给自己睡眠的时间压到了最少嗯 然后其他的工作学习你是尽量保证同时也会有一点点时间拿出来去消遣娱乐是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我的消遣娱乐跟我们学校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嗯我们学校的大部分人都很卷所以我们一起社交很多时候都是一起工作或者一起讨论工作上的事情然后一起做做饭什么的 然后就是都是以很努力工作为主的一些朋友就是相互卷相互影响嗯嗯也挺不错哈哈哈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罗德岛设计学院因为你和你和你的这个双胞胎姐妹都是在同一所学校对对我们一起选择这个学校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学校是业界所说的艺术学院中的哈佛嗯所以就是当时就是奔着最好的这个去然后我就只生了这一家然后被这一家录了 你你真有勇气一般来说哈升美国的大学至少是会有三五个来作为一个被选你就生了这一个我还没来得及生其他的他就已经被录了是吧对哈哈当时你在你比如说在升学的时候啊你你对自己有信心吗呃我当时对自己还算是有信心的因为当时我就已经有一本绘本了嗯是原创绘本但是至今都没有出版 但是就是有这么一本完成度很高的像作品级一样对对是就比较好的嗯嗯那你对于绘画的这个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对绘画兴趣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嗯主要因为呢我妈她本来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然后她跟我校友啊哦是吗哈哈哈哈对对她是学什么的她是学广告设计哦嗯然后她但她很多朋友都是新闻所以都进了就是电视台什么的嗯但是啊我妈就是从 她从小她就她从小就给我买了很多绘本啊插画类的这些书籍杂志当时纸媒还是就是那么一回事啊现在纸媒没落但是当时我就是受到了很多这些杂志插画的影响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插画就像一双翅膀她我看着那个画面她就能帮我带到一个很遥远的疆界所以啊我就是对插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把她作为职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的 我可我其实小学的时候就想了真的嗯我小学的时候在同学备忘录上就写我长大要成为一个插画家哇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画画然后我的第一份插画的工作应该说就是我的小学同学当时给了我十块钱让我给他在作业本上画一幅画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是的第一桶金嗯所以其实 我觉得这是一种幸运哈因为我们都说每个人儿时都会有梦想但是随着自己年龄不断的增长很多人的梦想会发生改变嗯就在不同的阶段你可能真正的我们说到了青少年时期高中时期有些是工作了之后他才突然觉得哎这好像不是我喜欢的专业我要去追寻我的梦想嗯但是你是从小学你就有了这样一个梦想并且最终做到了就说明你的这个梦想匹配 你的你的你的梦想和你的实力是非常匹配的哈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长期的培育所造就的嗯嗯就是你心里是一直想往这方面发展你也付出了相当的努力对对是的也挺幸运的我觉得嗯嗯那你现在会如何去描述你自己的插画风格因为我知道其实你大多画的是和儿童读物相关的对 就是儿童类的这种绘文对嗯嗯但是其实我不会想用儿童来儿童插画来定义自己呃因为我觉得其实插画师如果是一个好的作者的话好的就是创作者的话他可以把自己的很多风格都能融合在不同的领域比如商业插画广告插画他不只是儿童我觉得他只是用一个很纯真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仅此而已那么我觉得这种纯真的视角 也可以运用在很多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里你是一个对风格不是那么执着的是人吗嗯就是你可以非常善变的去根据这个商业需求或者是客户的需求去调整自己吗嗯可以这么说也不可以这么说嗯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风格吧他有两种就是解释一种解释是说风格是我喜欢用的材质媒介技法 嗯这个是可能造就我的风格但是这个风格也有可能受到我喜欢的事物的影响就比如说我关注社会议题我关注农村议题那这个可能也影响了我的风格但是我的那些呃技法他也影响了我的风格那么我觉得在技法上面我其实是可以就是去变通的但是我喜欢的一些事物他可能一直我都很感兴趣嗯好的我们把更多话题留到下半段再说哈 嗯嗯因为我对你这个手上的这个纹身啊还有你今天这个服饰搭配我是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现代和传统的一个碰撞其实你自己的这个服饰也是嗯好那我们把更多话题留到下半段再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紫若哈之前我们有聊到说呃你自己的这种插画风格哈 其实我觉得风格在你身上呢还是挺明显的因为从你身上的这个服饰啊还有包括你的纹身啊我觉得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女生嗯嗯而且呢你对于传统对于现代对于这种我们说当代艺术呃包括是古典艺术其实你都有吸收都不排斥对嗯而且这个纹身是你自己画的是吗 自己给自己的自己文的对对跟我们说一说里面都代表些哪些含义啊呃呃因为我很喜欢就是美国乡村文化 所以我里面有很多就是关于美国的什么呃 啊 old school 的豹子啊然后呃那个叫什么牛仔啊仙人掌啊之类的就是我也很喜欢美西方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也很喜欢中国的一些乡村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在反义词里面生长的一个人嗯怎么说反义词对我身上就是各种反义词堆叠在一起就是又西方又东方又现代又传统呃我就觉得这样挺好玩的哎这跟你生长的环境有关系吗比如说广州这个城市因为我们知道广州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是的他也是最早我们说呃比如说留学呀出国呀 啊最早其实都是广州那一带的但是广州在中国我觉得又是地域文化传统文化保留的非常好的地方一个是他的语言粤语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种文字繁体字的保存也非常好还有就是他的饮食文化包括呃呃这个岭南的这种书画呃所以我觉得广州这个地方他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呃呃传统现代新旧结合的这么一个都市 是的没错呃呃我觉得我从小也是在这么一个环境里成长的呃呃就像您说的广州是一个改革开放前沿的城市那么我小的时候我当时最喜欢在做一个小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我的客室里往外面看然后外面有一个就是那种商业街 然后各种各样的外来工啊小贩啊啊建筑工人啊留学生啊都会在那里就是购买啊然后就是社交什么的然后我就很喜欢观察各种不同的人他们怎么打交道他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他们的肤色他们的语言所以就是呃我觉得广州这样的一个经历 确实是造就了我这个很多反义词的这么一个人嗯而且我感觉哈就是你画的画里面哈你的很多作品里面其实都和都市生活相关 对是的呃我有很多都市生活相关的东西比如我的有一幅画叫做城市探险家然后那个哦其实我把它做成了一本绘本嗯那本绘本就是准备要就是会被出版那么我现在还在就是制作的过程中还没有完工然后那本绘本讲的就是一个小孩呃他自己在窗户里往外看然后觉得这个城市很好奇他就想城市的那一头到底是什么 嗯因为城市有很多高楼大厦层层堆叠他就想那么镜头到底有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小孩他就自己跑出门然后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然后他问他们这个问题那么大家都没有城市的镜头的答案然后就是他最后就是去寻找的这么一个故事嗯你的作品关注的是都市或者是都市生活当中的人文气息嗯嗯那对你自己来说你关注的社会议题 都包括哪些方面你平时对什么东西比较感兴趣会把它呃想要把它呈现在你的作品当中哦我关注很多就是嗯我现在最近关注一些就是家长跟小孩就是这个社会里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然后为什么你还没有孩子呢嗯你也长大了这个很奇怪是因为我有很多甲方他们找我来画 哦因为你画的是儿童读物对然后他们我有很多这种就是啊这个社论类的文章嗯他们就会来找我画然后我就通过这个原因读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方面的文章 所以就对此有了很多了解那么我也关注就是环保啊啊啊性教育啊各种各样的各种社会议题嗯那这些社会议题对于你创作本身或者是对于你的这种灵感来源本身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益处吗或者说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嗯影响是有的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会用各种各样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嗯而不是就是说比如说我的观点是怎么样我就去怎么在画面中呈现我通过很多社论类的插画我就是能看到这个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人的想他们在想什么然后他们遇到什么问题然后我会在我的话里去给出一个答案嗯嗯所以你会 考虑文章它要表达的一个主旨但是呢你也会把你自己对这个主题的理解啊用你自己的视角然后以一个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对对呃有句话就是说插画家他不单只是在画那个社论文章的本身嗯他也是用自己的角度在报道这么一个东西嗯我觉得插画家其实也应该不只是说我看了那个呃人的文章我就去做一个什么样的 回应我觉得插画家也可以就是应该去自己了解这个话了解这个议题然后这样把更深刻的故事能够呈现在画面里嗯那你现在是怎么看这个插画这个行业和他的前景的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就像你说的哈呃原来可能在你或是我那个年代基本上还是以杂志啊我我记得小时候就是以杂志书刊为主对那可能到了你这个年纪 你陆陆陆续续这个呃电子类的产品或者电子类的媒介会多但是到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大家所有的一切都会在呃电子屏幕上去实现有时候拿本书看我先生还会说我呃现在还有人带书看吗大家不是都拿这个对吧在手机看或者是拿这个电子的读书器看你为什么要去买书我说我喜欢这个呃书的纸质的嗯这种感觉嗯因为我觉得能能在上面 写写写画画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嗯嗯嗯那我不知道就是作为你来说你怎么看待插画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嗯嗯啊我觉得吧我觉得我们插画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威胁嗯就是威胁嗯就是AI嗯我觉得大家都会就是一想到哦插画大家就马上想到插画完了因为有一个AIAI三秒钟就能把你画好多天的东西画出来 但是我其实在AI诞生的那一天开始我从来没有担心过它会抢走我的工作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任何科技的发展会影响插画我觉得这些科技的发展只会成就插画因为插画曾经在就是哎呀有这么多科就纸没完了然后这些东西之后插画其实它成长了它从来没有就是没落那么为什么呢我觉得是因为这些科技其实在另一种 这些科技的发展方面让插画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比如说出现了电子屏幕那么插画也可以以电子的形式出现在观众的视野前啊那如果有了AI我觉得AI这个问题吧他还没有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现在大家就是还不太看得清所以就不好谈太多啊但是我觉得呢AI确实有一个就是他做不到的点就是他不是人类他没有办法像人类一样去讲故事 他没有办法像人类一样去走进另一个人的内心所以我觉得AI就是对我们造不成威胁而且我觉得AI只会让插画越来越好因为插画家也可以用AI然后变得更好嗯所以你对这个行业的前景还是比较看好的嗯看好嗯那作为你来说因为马上就快要毕业了你对于你的这个毕业之后的生活你有一个怎样的计划或者说一个怎样的期 期待呢嗯我觉得毕业化很多人我们学校我身边的朋友啊都要去找工作啊大家可能觉得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会比较好那么我是觉得我不想找稳定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很年轻我想去就是探索这个世界以及就是作为自由职业者可以有的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去到欧洲去到不同的国家啊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工作可能就会绑住我的手脚 所以我就想在更年轻还有力气能去进行探索的时候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你会到不同的国家去生活去创作对这是你想要的是的嗯那你觉得作为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来说你是否可以用你的这些商业的作品或者说现在的这么一个积累能够去维持作为一个插画自由职业者自由插画师的这么一个工作的状态 嗯可以我觉得嗯我现在的收入吧就是我没有全职去做这件事情它也能就是维持我的日常开销所以我在想就是如果我全职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比如说一年创作大概几百幅作品然后嗯不同的作品的价格不一样吧那我觉得是可以维持生活的嗯对那这个是你希望的一个状态吗就是当年 当你真正的成为插画师之后你觉得跟你最初设想的一样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现在我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我觉得我还在就是探索的过程中啊我觉得可能若干年后我会想从台前变成幕后我不是想要去继续创作我是想要去帮助别人创作这样的故事比如说当编辑啊当经纪人 那么我现在我是想去创作的但是对于未来我还想不想留在这个行业我不知道那我也期待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嗯其实对于这种职业的选择呀我觉得就是可能到你这个年纪还没有太多思考但是可能到了我这个年纪因为我还有孩子我自己又走过了自己的这个20年的这种职业生涯哈我就会想其实每一个青年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 呃最初都是因为自己的理想都是因为自己的兴趣但是可能慢慢的你会觉得行业和行业之间会不会觉得区别很大换换句话说我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因为有些行业它真的是不能说你的能力比别人差我们都知道其实每一个行业你要做好都是非常难的但是有一些行业它确实收入就比你高十倍百倍是的 那其实作为年轻人来说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你说我们生活那个年代八十年代出生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差不多生活条件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那个时候你可能对于这种物质你没有太多的感受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社会的诱惑很大嗯这个金钱可以带来的便利或者享受的生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嗯你在这方面你是否有过犹豫和考就是一些一些思考 是的我有过因为呢我就是我们学校隔壁罗德岛设计学院隔壁是布朗大学然后就有很多那种工科理科的朋友尤其是计算机专业那么他们的那个收入就跟我完全不在一个阶段一个就是水平线上而且他们的投入可能没有我努力就没有我投入的多 但是我其实觉得我这个我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为爱发光我在进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这样子的他肯定赚的没有选别的行业的人多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喜欢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想要给小孩讲属于小孩的故事 我就是想让未来的更多的小孩子觉得他们是被empowered的他们是被复权的他们有力量所以我想要去成就这样的小孩我想要就是去呃在这个世界上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不后悔而且我非常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嗯嗯嗯嗯嗯嗯